尼西米纪 第六章 却想害我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办理大功 不能下去 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魏丰的信 信上写着说 外邦人中有风声 加世木也说 你和犹大人谋反 修造城墙 你要做他们的王 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 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 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 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 求你兼顾我的手 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 帝莱雅的儿子 士玛雅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就是夜里来杀你 我说 像我这样的人 岂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 我看明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 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 会买他的缘故 是要叫我惧怕 依从他犯罪 他们好传扬恶言 毁谤我 我的神啊 多比亚 参巴拉 女先知挪牙底和其余的先知 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以路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仇敌四为的外邦人 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展 因为见着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们的神 在那些日子 犹大的贵胄 屡次寄信与多比亚 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 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 因他是亚拉的儿子 释迦尼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 娶了比利加儿子 米苏兰的女儿为妻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 也将我的话传与他 多比亚又长寄信来 要叫我惧怕 好 好 全都比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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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